Ni Mbong 只有佛能看到圆满的维度 十维的 有的老师只看两维三维 在每个维度都有化生的 画像的 万象的 他可能是看到了每一个维度 其实这个 有时候不能按境界来的 这个人必须有宿命 必须能进入中医境界 他没有神通 宿命通 他平时没有宿命通的话 他很难把很多维度进入中医 如果只是说他有一点功夫 在禅定境界时有时无的话 那可能就是有时候走有时候不走 也不是说他可能有时候 就是看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就是那样的 他就那样的说出来 有时候倒是不一定 只是他的功夫没到达 那个圆满的角度 他是遗址他的一些 就是他可能天眼图 或者他不究竟的一些神通吧 也不一定说他是说想 他是看到了一些境界 但是你真的说是 从中医你去寻找一个人 茫茫人海你在六岛啊 你去寻找一个中医境界 或者是他已经投胎了 你必须查 因为时间也很久了 你有他的固定 那你必须有神通 这个肯定要都有神通的 这不是单纯的一点境界能够做 因为神通有的人是修行 修修很多时候他才出来 他有些是天生的 小时候就有的这些就比较 就在微修行之前 他就有的就比较稳定 在修行过程时有事无的 用心不太稳定 看他身体状况情绪啊 看他这两节经济 有没有执着啊 很多他有时候就发挥了 很多他有时候就发挥了 那到那儿了 他是不是做个很好的修行 就那么往上走 在那里 去极乐世界 很多人去那边 他只是 是我们的一个神识 其实神识 就是极乐世界是一个街影 街影他 他就是在莲花里边 在莲花里边 他还是待 待夜时的 就是他还是待夜里的 然后呢 待夜里他在里边 因为夜里的关系 他会有很多幻境 他不知道自己在极乐世界 就是那种幻境会导致 他觉得今天在这一道 明天在那一道 他有很多习气欲望在里面 但是他这个莲花包着这个都 就是莲花化生了 他就等于是投胎到极乐世界 我们就要接一道 但是他是投到莲花里边去 那么莲花呢 他是在一个巴工得水 就是那个磁子是功德水来的 阿弥陀佛的功德水这样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 有些都是业劫 共业导致 他是功德化现的世界 全部是光化 等于那种光不断的 那个莲花也是光来的 就是拿阿弥陀佛的光 完全的把你的神识 就每天笼罩着你 就每天给你开光 加持了 每分每秒都在清洗加持你 然后当你的神识成熟的时候 就化开介佛 你就宁解佛 现在你看不到佛嘛 因为你的有障碍嘛 你看不到你的败在的如来 也看不到内在的如来 你的有障碍 但是那个花开 一打开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观世仪菩萨 大师子菩萨 看到阿弥陀佛 因为听闻到佛法 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你连个老师 你都不感谢 你觉得这老师是真的吗 那老师有没有开悟 在那个世界 你不会有这种疑惑 因为你打开 你就知道 这是阿弥陀佛 因为你有五主神通 第一五主神 第二你的心非常清静 马上就相应了 然后见到佛 会给你说法 然后听法 很容易证悟 就很容易开悟 但是很多众生 它是开悟以后 因为很多是 从我们娑婆世界去的 因为娑婆世界 和极乐世界 这个友好往来 很多年了 太久了 所以那么你在那个世界 你有神通吗 因为天眼就会看到 娑婆世界的你的亲人 你会有宿命通 你会看到 比如说会不会 假如啊 会不会还在这个世界上 接耳的 他迷了 迷失了 在路上还很辛苦走的 那么你说你回不回来 一般都会发约 再来去告诉他 去救他 而且会选择 会在他身边 会遇到他等等 这就是趁约再来 但是趁约再来 就是在那边 你刚刚开始有的是 刚开始有证悟就是来了 也有大菩萨 就像观音啊 无数啊 师子啊 这些大菩萨 趁约再来 他的功德 是圆满 就是力量之大 就比较 能力就比较大 很多小菩萨 也算 也证悟了 都证悟了空险 但是他的善缘 没他那么多 他渡人啊 就可能来了 就 就帮助几个人 可能就走着了 看来会不会又迷失 又堕落 大部分会迷失 迷失 会不会又回不去 也有回不去的 会有 但是很容易接应了 有人会再把它叫的 就是很容易叫醒来了 我觉得你成道吧 你安住在空隙上 而且有时候这个迷 还要就是再来的时候 看这个世界的 目前的状态 在末法还是 在正法时候 就是来的时候 你要选择实践 你如果这个是 目前是末法时代 就很容易迷失 就是说怎么样 活着又什么这样 怎么样帮着他 让他别来了 修成了之后 再修成佛之后 这个由不得你了 这跟你已经没关系了 这个你帮不到他 他自己会帮自己 现在他比你厉害 他在那个世界 有佛空间会照应他 阿弥陀佛会帮到他 阿弥陀佛会帮到他 他已经诞生在佛的身边了 所以这个不用你操心了 这个不用你担心了 你跟他只是 这些是很多元了 你想生生世世的元 没完没了下去 是不是 我们说这些 说哎呀 我就是说 这个元希望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这个 这个是安慰你的话 嗯 元本来本至少也是虚幻的 就是元本至少虚幻 只是我们有情感 有情嘛 割舍不下 要面对目前的状态 活在当下 这就叫当下 当下的现实就是这样 他而且很好 如果你相信佛说 你就相信他 他很好 他现在比你快 幸福 你还要在这个世界上 走一段时间 你还有责任 你还要敬养孩子 还要照顾妈妈 就是等等等等 还要承担这个责任 你更辛苦一点 嗯 那是你的缘还未尽 这个世界的缘还未尽 其实不用去推秀说 谁再怎么说 如果你相信我 要相信佛说的话 那么 就相信他比你 他现在活得非常幸福 相信这一点就行 就相信这一点 然后过好你自己 就OK 不用牵挂他了 我就害怕他牵挂我 我就坐着 你放心 他不会的 哈哈 哈哈 不懂 下次再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